昨天广州新增加了8例确诊病例 今天南沙的快速路、高铁、码头等等 全部南沙通道暂时关闭 恢复时间另行通告 几乎全广州市各个区域都在进行第二次核酸检测 方村被封了,工作只能暂停 这个是二沙岛的篮球场,正常开放 但可能因为中午太晒,还没有人在打 这个是球场的架木表 这个是二沙岛的跑道 二沙岛是珠江中一个沙洲 是最具有广州现代风情的一个岛 放眼望去虽然人没平时那么多 但跑步的、画画的、放风筝的都还有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地方 红尘公园 这家餐厅叫做凯越红尘堡 它坐落在红尘公园里面被绿草环抱 因疫情的原因,坐在房间里的人非常少 我们也选择坐在的室外 今天要会见一位客户 今天喝的茶是小青金 这个铁仔粥和我之前介绍的西关铁仔粥差距很大 我们最可惜就是老板铁仔粥铁仔粥 这里的叉烧包是埋口的 皮是伊屎皮,有点黏牙 个人比较喜欢吃偶种的叉烧包 馅是他们自己用叉烧切粒加馅炒的 咸水果炸得外形不错,看到我们所谓的荔枝皮 那些酥母有点更差,说它就掉了 它就掉了,不掉干净 这个馅吃得出红萝卜菜脯,肉粒,但不见韭菜 这里的轮胶膏用蒸农热上 其实冷上是更好吃的 热着吃酸味最多 瘦打牛肉丸 如果牛肉丸一笼低于$20,就不用吃了 肯定是牛肉膠製的 為什麼我會知道? 因為我自己是做點心原材料配送的 香煎蘿蔔糕 米和蝦米的蒜 腩汁陳村粉 牛肉2元 一比豆入味 金豬糯米雞 一般般,不過不失 鮮酒 你送了一扎橙汁給我們喝 兩天都轉不過氣 叉燒很出名 每天用新鮮的梅頭肉 燒製二成 一份108 8個點心加一份叉燒 一共$376 雖然有疫情,但生活也要繼續 相信明天會更好 雖然一般的點心 明天只要上擺雞 不要都在外面 豬肉 HK